这里是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的电影院 这个西九龙文化区呢 靠着香港的高铁站 同时也是大型的购物区 这里就是香港高铁站 占地面积还是很大的 建筑也非常的宏伟 在楼上的话呢 有相当多的餐饮区域 但是有一点呢 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 在高铁站的最下面一层 也就是后车的地方 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餐饮服务 除了供应水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你在安检之前 务必要算好时间 否则进去之后 真的只能饿肚子了 香港到长沙的高铁大家看到啊 吃的那个菜相当不错 大家好我是海苏 我已经离开了香港 现在呢在我的老家长沙 这里呢是长沙的梅西湖畔的一个咖啡馆 如果你知道这咖啡馆的名字 欢迎弹幕和留言啊 那么我的孩子呢跟我一起 在香港呢待了两天 在长沙呢待了一天 然后他在跟同学的这个聊天中呢 海外同学啊 他把香港形容为适合于老人 包括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都属于他心目中的老人 然后长沙呢 他觉得适合于年轻人 我不知道呢观众朋友呢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啊 这个欢迎你这个留言 聊一聊你对这个观点的看法 那么海苏呢在长沙呢生活了19年 然后呢读大学 就此离开了长沙 定居在南京 之后的话呢 在海外呢也生活了很多年 那么在我离开长沙的时候呢 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我是否还爱长沙 但是呢离开这个中国对吧 尤其是我因为家里老人的健康问题 回到南京的时候呢 同时得到了两派的质疑啊 一般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一般是生活在国内的华人 海外的华人会说 你回去干嘛 你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加拿大身份啊 那么国内的华人呢 质疑的就是 你回来干嘛 你想开中国的游吗 你应该待在加拿大 不许你回来 我觉得呢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B站上呢 网友呢对这种现象呢 有个很好的一个形容 把这种人呢称之为叫二级管 二级管啊 就是说不在这个极端 就在那个极端 我觉得呢这个非常贴切 非常贴切 其实的话呢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生活中99.9%的时间 都在面对非常现实的问题 早上一睁眼对吧 考虑就做早餐 然后送孩子上学 然后呢要挤马路 去办公的地方 然后呢要这个下了班 要采购对吧 要准备做菜 接孩子回来 这现实生活真的 已经会把你压得怎么样 已经喘不过气来 然后呢在为了1% 或者0.1%的理想 而去这个争论 生活在这里好 还是生活在那里好 你觉得真的很有意义吗 要知道 很多理想对吧 只适合远观 不适合靠太近 真正靠太近了 要么被理想给吞噬 要么呢就屠龙少年 变成了恶龙本身 这个呢在人类历史上呢 已经这个有无数的 这样的案例了 那么海苏去香港呢 主要是想看看这个城市 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像去年的话呢 我去了新加坡 因为对于一个自由职业者来讲 这个政治制度也好 对吧 生活环境也好 房教的高低也好 其实呢 在发达国家都大差不差 更多的呢 我们会关心的 就是要交多少税 你挣了钱之后 你有多少要交给政府 那么在西方的话呢 现在普遍的都是种税 都是种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福利制度 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 你真正到了新加坡 真正到了香港 你近距离观察 你会发现 他们的福利制度也做得很好 但是他们的税却非常低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我究竟观察了一下 应该说这个新加坡和香港 是基于这种 基于互利的一种福利制度 所以你会发现呢 在那里呢 这个每个人都很勤奋 甚至包括上年级的老人 还在工作 而在这个西方发达国际的话呢 他的福利制度 更多是基于这个身份的 你拥有这个身份 你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利 就会出现很多无家可归的 其实呢 他们也不是无家可归 他们只不过呢 就是沾染上毒瘾了 那你很奇怪 是他们不工作 他们可以继续的吸毒 对吧 继续的在街上游荡 为什么呢 因为福利制度在支持他们 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呢 看到过媒体有报道 就讲了这个享受福利呢 已经成为一些家庭世代遗传的特征了 就是说在这些家庭里面 这个爸爸妈妈不工作一辈子 拉福利 然后他们的子女呢 也不工作 也拉福利拉一辈子 而且呢 把这种福利呢 视为理所当然 视为理所当然 北欧也有政党提出来 应该给每个国民发基本工资 这是一种天赋的人权 有时候海叔在想啊 天背负这么多东西 会不会哪天突然就塌了 其实呢 这两种福利制度呢 在人类的地理上 都不是现在才有的 自古以来就有 自古以来就有 像这个基于这个福利的福利制度呢 过去呢 主要是由这个宗教组织来组织 一般的你得信这个教 平时呢 有事没事要捐钱 对吧 在你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可以向这个宗教 向教会对吧 向寺庙寻求帮助 在欧洲的话呢 这种基于身份的福利制度 不是那么的发达 因为那边的皇室也好 贵族也好 都是长子继承之 长子呢拿走一切 然后老三老四基本上 就泯灭于这个历史之中了 但是在中国 这种基于身份的福利制度 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从汉朝开始就有了 那么逐步的进化完善 一直到了明清 对吧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明朝的这个宗室 就是对朱姓人家的 对吧 朱元璋的后代的管理 那么朱元璋后代最后发展了多少人 在明末的时候 就是超过一百万 后代 那么在清朝的话呢 就针对满洲八旗 满洲八旗 也是宗室管理局吧 反正是这样一个机构 在管理这些宗室 他们只要从出生 就开始拥有这个一份固定的福利待遇 然后这辈子不用工作 可以一直快活下去 那么最终他们有多快活呢 这样的福利制度 对吧 在运转了这个一百年两百年之后 我们都不要说到三百年了 它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去找一找 找一找档案 那么基于身份的福利制度呢 会让人产生这种错觉 觉得福利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每一个人拥有的一份权力 义务呢 不存在义务 我不需要对这个制度有任何的义务 而基于互助的福利制度呢 就让每一个享受这个制度的人都知道 自己呢 是有义务的 我不仅有权力 我有义务 或者说我要先有义务 我才能获得这个这个权力 他会注视每一个人呢 要认真地去工作 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香港 还是都非常欣赏他们的价值观 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工作 同时呢 政府呢 尽量少的从他们身上抽税 说我们这一代人 尤其是这一代的这个中国人 真的非常的幸运 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发展 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社会景象 而且呢还有机会目睹一个新罗马帝国 是怎么衰退的 通常呢 这样的经历 你必须有个四五百年的历史 甚至上千年 这样的这个这个经历 你才能够目睹它的全程 而我们呢 在短短的不到百年时间里面 对吧 这样会经历这一切 所以呢 我觉得呢 现在这个不管是移民西方的 还是留守在当地的 或者说从西方回来的 对吧 不管你做哪种选择 我觉得呢 大家都没有必要呢 去这个去去去揍对方 揍对方 揍对方做出了跟自己不一样的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判断错了历史大事 不管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你网上遇到的朋友 遇到的人吧 他做哪种选择 是去是留或是回 我们都应该送上自己的祝福 送上自己的祝福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着自己的心意 选择自己居住的地方 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 但是呢 如果条件有限 就没有必要呢 硬的投币上了 这是保险的 妈妈看到了 面 natürlich 男节目很快 是要贴了 就是我丁掉了 我是海叔 我的微笑是QSTUDY99 欢迎大家加海叔微信一起交流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点个赞 留个言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我拍个儿 我拍得了更多